来自新北市的48岁男子 29号酒驾行进台东碑南乡 美农村东城路段时 车子冲进道路边沟 消防人员获报后 赶到现场要帮忙他脱困 而在救护车上面 这个男子因为要喝水不沉 居然大声咆哮 还用脚踢救护人员 几帮随即把这个男子 带回派出所征讯 他脱续的行径 也让锦销大为摇头 从救护车内的监视器可以看见 该名男子突然向医护人员 拳脚相向 所幸当时医护人员反应快 并没有受伤 该起离谱的案例 是发生在29日凌晨 一名来自新北市的48岁和尚 酒后驾车行进被南乡 美农村东城路段时 车子突然冲进路旁的水沟 而锦销人员货报后 到场协助该名男子脱困 而男子在救护车上 因为药水不沉 竟对医护人员出手 被带回所内侦办时 还不断的咆哮 脱轨行为让锦销大为摇头 没有 我没有做完这个程序 我们不能帮你送你来 我叫四百岁 我打四百岁 我很不舒服 不舒服你不配合我们 我不想要配合 当时的状况就是 现场是一个车祸救护 然后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 就是有两名患者在那边 然后其中一名患者 他因为可能是酒后 然后情绪比较失控 然后我们当车子的时候 他就是情绪比较不稳定 然后有一些言语的辱骂 然后之后对我们就进行攻击 然后之后我们就上前做一个压制的动作 那你有没有受外伤 受外伤是还不至于 就是他是踢到手上拿了个急救包 对 二十九号三点的时候 街道警务中心通报的时候 在本辖台九线三四八点八公里处 有交通事故发生 那我们同众人前往的时候 就是发现就是因为有人受伤 然后带他们来拍锁 那在来拍锁的当中呢 他就是因为 那个消防队的救护人员说 他因为有血糖偏高的状况 然后会造成情绪的非常的亢奋 那在在处理的过程中 他就情绪非常的激动 就这样 所以有攻击到消防队也是吗 自己有没有攻击到消防队是没有 那他到了我们所内啊 听说也是蛮不配合的 他出家人 刚刚一开始是都是不配合的状态 酒后开车已是不对的行为 还对医护人员出手更是不应该 而该名男子也在台东警方征讯后 被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记者陈继林台东事报导 能吃到最大的 我们下集中 都要可不得 我们下集中 我们下集中 下集中 我们下集中